总部设在伦敦的大社国际星期四发布的报告 聚焦暴力强拆这一日益严重的中国人权问题 这份85页的报告指出 中国地方当局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可疑交易中 通过征地和卖地来试图抵消巨额债务 各地的暴力强制征地拆先事件 在过去几年间日益增多 大社国际促请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 大社国际高级研究主任 尼古拉·达克沃斯在发布会上说 中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增长 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民众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和家园 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障 达克沃斯说 大社国际在调查中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在强拆中遭遇殴打 骚扰 监禁甚至死亡 日益绝望的人以自焚的极端手段进行激烈抗争 研究发现的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倾向是 日益增多的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屋或者土地之后 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 身处绝望的边缘 记录在案的自焚人数多了很多 大社国际的报告说 该组织搜集了41起从2009年到2011年 有关强征强拆的自焚案件 而在此前的10年间发生的同类案件 据信不到10起 达克沃斯说 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而强拆是违反国际人权法规的行为 大社国际呼吁 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强制征地拆迁 消除那些鼓励地方官员继续从事 此类非法行为的政治诱因 税收利益和职务晋升的机会 大社国际为撰写这份题为 坚守家园中国成千上万的人 面临暴力征地拆迁的报告 在中国多个省份 采访了多名被强拆的受害者 律师 住房权力活动人士 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 中国政府公开承认 强占强拆问题的严重性 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中说 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 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 中国最高法院也在2012年4月 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不公平 不准强制拆迁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 谭佳琪香港报道